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曾洁明 今天我谈的话题是 美国众议院宣布 弹劾特朗普的指控罪名 就是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调查 这两项指控 12月10日 众议院公布对特朗普的罪名指控 之后呢 在华人就是中国反对派人士 还有这个艺人士当中激烈的争论 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圈粉 所谓圈粉 说这个12月10日是美国的持有 他们强烈反对对这个 众议院对特朗普的弹劾行动 认为12月10日公布对特朗普弹劾 他们的罪名是美国的持有日上升到这种高度 他们这些人的一方面 就是高唱民主 高唱自由民主 另外一方面 又如此强烈的反对 美国的三权分立 权力制衡的这种制度 因为弹劾总统 弹劾总统的制度 是一项重要的权力制衡的制度 那么这种反差就形成了一个很讽刺 很具有讽刺意味的这种现象 你既然是民主人士 却强烈的反对权力制衡 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现象 有一些民主人士的 比如说唐宝乔 他就把对特朗普的批评 简直就是视为大理不道 简直就是他把对特朗普弹劾的行动 居然解读为民主党人在 正当川普 在奋力对抗中共的时候 这个民主党人在背后给川普捅刀 跟这个是在帮中共的忙 帮中共脱困 帮中共脱困 这种解读呢 就很荒唐了 好像就是这个特朗普 他就是一个上帝救世主 他就是一个伟光正 像共产党那样的伟光正 就是不用批评的 谁批评他 谁就是大理不道 就是邪恶 就是魔鬼的行为 上升到这种程度 那就很荒谬了 特朗普 就是这种对于这种政治人物 对于政治人物啊 这都反映出有相当一部分民运人士 许多这个华人 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民运反对派人士 都还没有脱离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这种思维方式 这是一种共产党党文化 所影响下 所产生的一种思维定势 那个中共呢 共产党呢 它就是惯于就是用一种神圣的外衣 把自己包装起来 比如说 说自己的这个事业是革命的事业 是人类的解放事业 所以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言行 就是反动 就是反动的言行 就是邪恶的 罪恶的 那么这个川粉 就是包括这个民运反对派人士当中 这个川粉 它无意当中它流露出来的 也就是这种思维方式 因为他们想当然的把特朗普当做了 想当然或者是有意无意的把特朗普当做了一个反共的英雄 反共的这个英雄救世主红太阳 领导全世界领导美国领导西方领导全世界对抗中共的一个这么救世主 他把他当成了一种救世主的这种人物 所以任何与特朗普过不去的这些行为都是死而不赦的 都是所谓的持有 都是民主的国家的持有 人类的持有 那么这个荒谬它是相通的 跟共产党自我造神自我神圣化 然后不容批评的这种思维方式的荒谬 它是一样的 川粉就是把川普神圣化 然后任何反川的言行都是邪恶的 都是死而不赦的 都是耻辱的 所以 这就是一种共产党的思维方式 这不是一个民主人是应有的思维方式 是一个共产党的思维方式 你既然要求自由民主 你一方面要求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又大搞个人崇拜 做神绝对不允许批评 你这 你这哪是自由民主的 这不是又是一种专制吗 他们就是 一方面指控这个中共 剥夺人权 压制这个言论自由 一方面又给特朗普造神 绝对 决绝的反对任何对特朗普的批评 或者反制的行动 这不是另一种专制吗 所以 大家要 应该清醒地看待这个问题 我姑且不说 这个特朗普 他到底是不是 他是不是 真正的 是在反共 是在 围堵中共 我姑且不讨论这个问题 就他们这些川粉的这种 对特朗普造神 绝对不允许任何特朗普 反对批评特朗普的这个言行 就这一点来说 他们与共产党就是一位 游出一辙 就是用一种这种 贴上一个神圣的标签 然后任何反对共产党 或者反对特朗普 他都是邪恶 都是耻辱 都是舍不舍的东西 这是一种专制的思维方式 更何况呢 这个特朗普 他并不是 他并不是 这个 这个 权粉 想当然的 是一个 是一个 这个 里根第二 反共的英雄 对抗中共的 这个救世主 他根本就不是 龙永图呢 就是 2002年在世贸谈判中共的功臣 现在已经76岁了 龙永图在这个海来国际金贸会议上就说过 是九月份吧 就说他特朗 他说我们 他说我们希望特朗普连任 请注意这句话 我们希望特朗普能够连任总统 因为特朗普对我们来说是最佳的谈判对象 因为特朗普他只关心这个物质利益 他不问政治 他这里所谓的政治就是指这个自由民主人权 他不管 这是中共自己讲的 这是龙永图 这是中共前高官 龙永图 他虽然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但是 按照这个中共高级官员 他退而不休的一种 权规则的话 他的这种讲话在公开场合 尤其是在公开场合的讲话 他是要非常慎重的 要政治要正确的 他不能够随便乱讲的 龙永图的讲话 就暗示了 中共他是希望 特朗普连任 中共为什么希望特朗普连任 这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 因为特朗普有些地方 中共是非常欣赏的 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 他目无普世价值 他根本不管自由民主人权 这个已经多次 这个已经多次 一二再二三多次的表现出来了 比如说他称赞 在习近平 在香港问题上的表现很负责任 他说习近平是中国 200年来最伟大的领导人 他说这个 他这个香港 在香港问题上 他既要跟香港人站在一起 又要跟习近平站在一起 这种非常荒谬自相矛盾的说法 因为你不可能 因为香港人的民主诉求 与习近平是水火不相容的 你不可能既与习近平站在一起 又与香港人站在一起 这是不可能的 就像一个人不能够同一时间 既在白天又在晚上一样的道理 那个特朗普他说出这种话 只能反映他 他内心 他是要与这个独裁者交易 他根本没有心思 去捍卫香港人的 自由民主人权 所以 这种种的迹象 就表明特朗普 他是目无普世价值的 他追求的只是这个 经贸的利益 而且贸易战进行了一年了 贸易战进行了将近一年了 他对中共并没有实质性的撼动 他这种排斥其他国家 对中共贸易战 这么单干 他虽然对中共国的 的经济有一定的冲击 但是离这个动摇中共政权 是差得很远 根本是触及不了中共政权的要害 中共政权的要害在什么呢 就是在他最怕的东西 他最怕什么 他最怕就是普世价值 自由民主人权 他最怕 中共最怕的就是 就是中国大陆的人 也效法香港人 起来要光复 哪里 光复某某 光复某某 时代革命 他是最为恐惧的就是这一点 但是特朗普 他对 他为这个香港 这个香港民主化 向大陆传播 做了一时一好 根本没有 他对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 也没有主动的做一时一好的贡献 有人就是他签署了这个香港 民主与民主法案 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后 很多川粉都把他捧上了天 欢欣鼓舞说他是立了大功 实际上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并不是特朗普推动的 而是以民主党人佩洛西为首的众议院 大力推出的 推出结果在参议院耽搁了很久 耽搁了将近两个月 签署了以后呢 特朗普也 刚开始也不愿签署 还说什么 我要跟这个香港人站在一起 也要跟习近平站在一起 习近平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都是流露出他不愿签署的态度 而且说他不能让这个香港妨碍影响到中美贸易战即将达成的协议 就是一心想做交易 他不是他有什么功劳 而是他不能不签署 他如果不签署的话 他如果离这个民主党共和两党 只大不为拒绝签署的话 那么他就身败名列了 他明年大选就不用选了 本来这个弹劾门已经导致他民意持续下滑 他在这么反人权 反普世价值 那么他的明年就不用选了 所以真实情况是这样 所以我这里我要请这个广大的川粉 如果你们是真的川粉的话 你们要面对事实 反思这个事实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到底什么是民主 民主是三权分立 不是哪个总统他了不得了以后 就任何对他的批评 对他的反对都不可接受 那是专制 那不是民主 那是独裁 那不是民主 所以大家对共产党的思维贴上神圣的标签 然后尽此任何批评和反对 这种思维方式 要保持警醒的头脑 你像特朗普他就是 他虽然不是共产党教育 但是他这种独裁的这种做派 他跟共产党的这种作风是近人的相似 他遭到弹劾以后 他就破口大骂别人是疯子 别人是疯狂的行动 别人是在猎物 别人是在搞政治迫害 他没有举出任何证据 无论是在讲话当中 还是在推特上 没有举出任何一个证据 哪怕一个根据 来证明民主党人对他的弹劾 是虚假的指控 是诬告 他根本不讲道理 就是谩骂 这个跟中共很相似 中共也是这样 就是不讲道理 不要证据 就是扣帽子打棍子 说别有用心的造谣 说三道四别有用心 就是用这种婆妇骂街 打棍子扣帽子的 这种空洞的谩骂 来为自己辩护 实际上就是来吓唬人 就是装枪做事 装出一副正义的样子 实际上心理虚弱的很 这个特朗普与这个中共 他是暗和的 他这种那种独裁专制的 这种作风 当然特朗普他还没有 能够做到 像做到 他不可能像中共那样 做到这种独裁专制 因为他没有那个条件 因为他还被这个中 从美国这个虾权分立束缚了手脚 所以这个才是捆住特朗普的手脚的那些制度 才是美国民主的精髓 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